歡迎時尚名媛大A4 她總是走在時代的尖端 任何服飾都能朗朗上口 歡迎小A4 歡迎收看3月12號星期五的娛樂百分百 我覺得精靈也有點太刻意了 她根本沒在看她在發呆 然後就一看到差不多她就這樣 很好啊 就是雖然在想自己的事情 但還是有在進入工作 然後一看有人定下來就趕快拍 今天我想大家看到我們的打扮 也是眼睛一亮 因為就是我們延續幾個禮拜的穿著 都是走比較女生的風格 對 上個禮拜你是沒來啦 但是上個禮拜我也是穿比較緊身啊 短裙什麼的 已經很久沒有穿比較設計感的服飾 就是會穿插穿插有不同的介紹 我們今天又介紹到 屬於比較個性化的服裝設計 然後今天大家看到就會覺得 有你在真的差好多喔 怎麼說 因為上禮拜五你請假你記不記得 我跟小豬兩個人戴班我多慌啊 我就希望節目那個 什麼那個接電視的線突然爆炸 然後所有觀眾都看不到我們節目 因為你知道我太害怕 怕把人家服飾介紹不好 所以今天你一載我整個人都放鬆 我都覺得我沒有關係 你載你講就好 對啊 因為我就是對每個品牌 其實都有去研究 尤其它每一季的秀啊 跟它的主題精神 我都有特別去看一下 我跟你講這真有你的耶 小哥你幹嘛呀 小丫頭啊 你頭髮好亂喔 今天我們要介紹這個服裝呢 它其實每一季 不管是我們今天穿的這個春夏的 還是它往年 它的主題呢 都是讓女性穿起來 會很自在的衣服為主題 雖然這種寬鬆的衣服啊 完全展現不出曲線來 可是它雖然沒有曲線 可是你也不會覺得它老氣 或者是不好看 對 就是如果今天你走在路上 或是我走在路上 路人一定會說 你看那個女的好時髦喔 就覺得很時髦 對 我每次去逛這家品牌的時候 翻每一件衣服都說 太時髦了 太時髦了 就是時髦到 如果不就是直接那個小姐 幫我搭配好一整套的話 你自己買回家 你可能會不知道怎麼搭配 會慌張一段時間 對 因為它真的是非常前衛時髦的 一種服裝設計 而且我今天一看到你 從腳到頭 就是都妙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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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每一個搭配都很妙 因為今天它這個服裝 它是要走多層次的搭配感 然後它是走大地色系 就是看起來非常自然有森林的感覺 大地色系 這是你自己想的嗎 還是說你有去看那個雜誌 我沒有看雜誌 這是我對那個服裝本身的了解 你怎麼想得出大地色系這個 因為你看它那個 我們不是有看它走秀的那個照片嗎 它是在那個舊舊的教堂 然後還有拍了一些樹葉的特寫 代表它今年要強調的就是那些 樹啊 自然 有一點頹廢的感覺 可是要是我就會說 感覺比較大自然 你會採用大地色系 真有你的 小哥 幹嘛 小姑娘啊 不要再比我咳嗽了 我喉嚨不舒服 然後就是它雖然是頹廢 然後走自然路線 可是你看我身上搭配的也挺妙的 它上面還是有一些珠珠 可是它是用白色珠珠縫在白色衣服上 非常的低調 所以你不仔細看 看不出它的質感來 沒錯 你看遠看你就以為是你這個白色衣服 是一個白外套 可是細看它卻非常的有質感 然後阿文幫我搭配一個 銀色上面也是充滿珠珠啊 這些小鑽式的那個 它可以算妖鏈也可以披在肩上 它披在肩上 除了脖子上這一條之外 你看它邊邊 還會有一些這些珠珠 垂掛在肩膀外面 等於說就是可以順便冒充園外嗎 沒有就是 因為它這樣就會有重量啊 如果你衣服穿 它不是會移來移去 可是你把它壓上去之後 它就會把衣服壓住啊 阿文妙妙妙 所以說它這個 它這個領巾的這個設計 它其實也是有作用在 不只是好看 然後就是要多層次的搭配這種 春天的粉紅色系 搭配銀色 還有這個 它今年講求的這個大地色系 對 其實這就是自然色啦 非常那種綠葉春天剛發芽的嫩葉 我感覺你現在好像就是要去餐廳 然後點一個什麼竹筍沙拉 所以你好像會吃那樣的東西 然後喝蘆筍吃什麼 我穿這個衣服看起來 就像是室內設計師 應該假解室內設計師的本人 然後就在那邊這樣 開始畫人家的客廳要怎麼裝潢 那你是不是屬於那種 會背個行囊去西藏的人 我不是 不是我都穿這種衣服的人 當然不是啊 不是嗎 對啊 背著行囊去西藏 穿的是中國風或者是民族風 那你覺得你這種人會做什麼事 在旅行方面 會背很大的包包去巴黎的左岸咖啡館 對 對 對 沒錯就是這樣子 對 然後這個髮型呢 它也是要追求自然頹廢的感覺 然後很設計 因為這個服裝品牌 它完全不想讓女生有不自在跟太性感 或是必須裝可愛的那種感覺 所以它就是完全要讓女生很自然 又有個性 所以頭髮也是用的 雖然乍看之下好像覺得很凌亂 可是仔細看它其實是有設計 有經過一些就是也是要交纏 也是要一般人是做不出來 也是要靠髮型師小度來弄 然後弄完之後再把它抓得 稍微有一點亂一點 就是融合了有一點設計 但是卻好像又滿隨性的感覺 對 然後可是你剛才說 這個髮型也是要希望讓人家感覺很自在 但是有這個東西在 你覺得很自在嗎 你不會一直覺得 當然是強 誰 誰 誰在那邊 因為這邊一直有一個東西 你會覺得好像 誰在打你太陽去然後跑掉 就是我們在電視上 就是要強調出這個效果 可是如果一般人穿上這個衣服 你只要綁麻味 然後把它捲起來就好啦 對 少是這種感覺 就做這個頭髮搭配也算是很妙 對 然後因為這個衣服的感覺 它不希望搭配太華麗的高跟鞋 所以我就搭配一個 同色系的平底鞋 然後你看 感覺起來 而且你穿這套衣服啊 你就不需要擺這種POSE 對啊 不需要 都完全不需要這樣 你就一定要這樣站好 你知道 就這樣立正直直站 像剛剛你看我真的 我真的是 唉 我也許不會介紹衣服 但走秀我真的一流的 你剛剛走秀有點扭捏作態 會嗎 有 我剛才走出來整個就是 雖然有比平常收斂 但是還是有點太扭了 可是我腦中想的就是跟你一樣 就是動作不需要太大 然後就是你知道 好像 你還是會忍不住 就扭成點字 因為我學武 我學武的人 我隨時都是會比較 對 線條都是會比較好一點 那我的服裝呢 也就是大地色系嘛 對 然後你看它上面 也是充滿了那個森林的感覺 對 就是純田剛發芽的色系的感覺 你覺得像我穿這樣的女生 家裡是不是會養那種什麼 枝根鳥啊 或是小蚊鳥之類的 不會 我跟你講 會穿這種衣服的女生啊 家裡不會養鳥 養貓 對 養貓 然後都個性比較獨立 對 然後非常的有個性 然後對於愛情 不是那種 讓男人玩弄於鼓掌之間的感覺 對 而且不會糾纏男朋友 就是會各過各的生活 非常有個性 對 然後見面就會聊一些 最近有一個哪個 什麼室內建築師 他的作品很不錯 然後隨手一筆 就可以畫出一些東西來 沒錯 沒錯 就是這種人 對 然後你穿的 也是就是花朵的 印花的裙子 散裙 然後也是不強調線條 可是卻很輕鬆的感覺 年輕的感覺 然後搭配這個 這個設計感非常強烈 這個上衣 你看他是非常大的 很誇張的荷葉邊 然後完全沒有修邊 如果不搭配這個皮帶的話 他就是鬆鬆的一件衣服 掛在那邊 你也看不出 他到底是什麼樣的一件衣服 對 可是一配上皮帶 他就變得很立體 對不對 然後裡面也是多層次這樣 搭配兩件 非常的有個性 然後我的鞋子也就是 搭配算滿妙的吧 鮮黃色跟綠色 一定是好朋友的 對 你知道 我每次去逛這個品牌的服裝 我就想說 這個服裝 除了王妃之外 其他人穿都不會有那種 帥氣的感覺 因為王妃他就是 你知道我一直覺得 我自己是衣架子 我都覺得像我這種型的人 應該穿什麼衣服 都會覺得還滿時髦的 結果我發現我不是衣架子 王妃才是 王妃是衣架子 我跟你講 你既然就算把我家裡 那個破掉的睡衣給他穿 你都會覺得 好像他走在時代尖端 對啊 然後像王妃 他就非常適合穿這種衣服 我覺得你也有輕微的衣架子 只是敗在你臉 長得太古人了 對 如果我臉圖 就是整個是平的話 應該就可以當那個 因為你的身體 也是那種窄窄細細 穿什麼衣服 都還滿好看的人 像我就是有一點 前凸後翹的太誇張了 因為我就是練太多 整個身材虛線太好 這一兩套 就是我們今天要介紹的服飾了 我想整個的attitude 不能輪於誇張吧 對 一定要非常的自然 就是很默默的 這種人 他不喜歡那種浮誇的東西 他講求自然太性感 或太賣弄某些風情 他就是要自然有個性 對 所以說你可能去餐廳點東西 你也不能說 不好意思 我要什麼 你整個態度就是要很清淡 對 就是 但是也不能驕傲 也不能驕傲 就是你整個人要感覺 有一種原始的感覺 沒有什麼情緒那種 譬如說你到餐廳 要很自然放鬆 對 從推門都是很放鬆的 你已經 已經在做錯了嗎 對啊 好試著不做錯 你這樣子 我看 這樣子喔 如果自然你就跟我講一聲 我現在還是一個很自然的女生 熱愛大自然 我從這邊走走看 因為我實在做錯太多年了 那我 媽 那我走了 這樣自不自然 媽 我走了 嗯 掰 我去跟朋友開會 室內設計的那些東西 好 手耶 撿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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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意思 我去那個 台北信義路那邊 謝謝 好 下車 進餐廳 嗯 先生 不好意思 我要一杯那個 Cappuccino New Cappuccino 你有點堅持耶 對 然後坐下來 嗯 哈囉 你好 我們先來聊聊那個 有關室內建築的東西 對 喔 對 我還去日本那邊一趟過 我覺得你 不對耶 不對嗎 不對 你這樣感覺變得像男人婆 不是這種感覺嗎 不是自然放鬆 不然你好 你示範一下搭計程車 你應該怎麼搭好了 最自然的感覺 好 計程車 欸 不是啊 因為哪有人坐計程車會叫計程車 我被你陷害了 沒有 不然 不然你想要說 先生 我要一杯Cappuccino 我看你多自然 先生 我要一杯Cappuccino 有比我自然嗎 先生 我要一杯Cappuccino 誰比較自然 誰比較自然 大S啊 因為你的聲音不是有在說 先生 我要一杯Cappuccino 因為我今天騷瞎 聲音只能分真音跟假音 反正 我想觀眾應該感覺出來 我要表現的吧 就是你整個人就是很放鬆的 就是泰然自然 好 然後你現在再用這個聲音 叫我一杯Cappuccino 先生 我要一杯Cappuccino 先生 我要一杯Cappuccino 不行啊 而且你還這樣子 先生 我要一杯Cappuccino 你這個人怎麼搞的啊 完蛋了啦 到底自然是什麼回事啊 所以你該不會是 在演戲的時候 導演一喊Action 然後你就會開始 怎麼樣 開始 要狡情作態 我這個人沒辦法放鬆耶 對啊 我像跟我平常進牛肉麵店 不是 你就用你現在講話 跟我聊天的聲音 好像看我平常進牛肉麵店 沒有已經不自然了 好 我現在講到沒有人 老闆我要一碗牛肉麵 這樣自不自然 這樣自不自然 稍微好一點點 對 反正你穿上那個衣服 一切就要很natural 對 一切就要很natural 對 不能女性化 然後不能過度狂放 然後也不能裝作好像心情不好 都不行 完全的放鬆自然 有一種原始的感覺 對 在這邊也建議大家 如果你穿著這種服裝的話 可以背大包包 或者是夾一個小筆記本 對 夾小筆記本 多小 就差不多這麼小 夾在哪 就塞在腋下這邊 讓別人都看不出來 那用的時候都濕啦 拿出來 而且也看不見 然後坐到咖啡廳之後 在你知道這樣默默拿出來 然後旁人就會說 蛤 他腋下有東西喔 好無聊喔 我知道啊 好 首先第一則消息呢就是 我問你在你心目中的天兵 會做什麼事 天兵 比如說很白目的人 你們知道什麼叫天兵吧 就是很白目的人 對 會做什麼事 像陳建舟之前 不是跟我們講過說 天兵就是屬於那種 如果在當兵的時候 丟手榴彈 然後它就是會拔掉之後 然後把那個拉環 拔出來的心往外丟 對 丟出去 然後手榴彈拿在手中 這就是屬於天兵會做的事 所以我聽我們公司的人講說 就是之前有一個員工 就是他就是還蠻少跟金 就對了啦 反正他就帶我們公司的 一個藝人 就是他們在 藝人在開車 然後他坐在旁邊 然後開在那個高速公路上面 就過那個收費站的時候 他們就開到那個 收那個回數票的那一格了 可是他們並沒有回數票 然後想說怎麼辦 然後那個收票那個 那個小姐就說 沒關係你去跟那個 其他的車子拿一下好了 因為你這邊如果 要給我錢的話 我們也不會收的 一定要跟別人拿回數票 然後後來他就說 那你趕快下去跟人家拿 然後那個員工就下車了 結果你猜他怎麼樣 真的去拿 他真的去拿 但是你猜他去哪裡拿 檢地上的 不是 他跑去追前面的車子 他就一直衝一直衝 然後說先生先生 追前面的車子 要跟他拿回數票 然後就追了一段路之後 那個車上 發現追不到 沒有他就一直追 然後車上的藝人就說 回來 回來 你去跟後面的人要啊 然後就這樣跑回來 然後想說 對齁 然後再跑去跟後面的人要 我不敢相信 你說這是不是天兵 那那位倒霉的藝人是誰 可以講嗎 你講 因為天兵的不是藝人 是他旁邊那位工作人員 就是那個 檢佩恩 吳佩文 後來不是改名叫檢佩恩 佩恩 他碰到這種天兵的工作人員 他又要在天兵啊 你說他在什麼情況之下 我想說 要去追前面的車 那工作人員是男性還是女性 是女性 我不敢相信 你說另不另類 那那位女性 如果以後生小孩的話 小孩不是會被他整死嗎 對 然後這位工作人員 他人非常好 只是就是常常會少跟心 他也在我身上發生過 一件滿天兵的事 因為我在那個工作的時候 我們都會請他們去買一些吃的 然後我就跟他們說 不然去那個攝影棚附近的一家 專門賣甜不辣的好了 我就跟他說 可是你可不可以請大家 給我多一點那個豬血糕 因為我很愛吃豬血糕 他就說 好的 CD 沒問題 然後他錄完影之後 他就把那個食物買來 然後我一打開就 哇 嚇到 因為滿滿的 因為全部都豬血糕 只有豬血糕 對 然後我就在那邊翻想說 甜不辣跟其他共完沒有 就是一碗這樣滿滿的豬血糕 疊成山 這就不是甜品 因為這沒有效點 這就只是讓人想揍他 可是就是很像是 他會做出來的Style 你自己說這個人另不另類 我雖然現在還不知道你在講誰 不過我真的 如果是我發生這種事情 然後有一個人 他這樣開到前面去的話 我就會去後面 跟人家買完票之後 車就開走 讓他一個人去號 然後他再跑到同家 會想說 奇怪 這台車不是我剛才做的嗎 沒有意思 他在開說 那你順便追一下我的車號 想說反正他愛追 就順便追一下我啦 反正我覺得他還滿自己喜感的啦 我沒有辦法忍受這種人 我一直要跟大家推薦一個 我最近發現的一個好東西 一直忘記告訴大家 因為最近吃素的人越來越多 然後我吃素之後 不是常常會有人 就是像徐媽媽就會說 你們吃素不健康啊 身體會不好 然後我最近發現一個東西 叫素雞精 它跟雞精一樣啊 但它不用殺任何的雞 就是你喝了之後啊 就會覺得精神變好 然後它一樣有非常多的營養成分 在裡面可以讓你補氣一些 所以就是吃肉的人 也是可以喝那個就對了 然後它是粉狀的東西 你泡在熱水裡面 而且它非常好喝 很像那種紫菜湯 可是又有更有味 就是它裡面有什麼當歸啊 那些反正只要能補血補氣的東西 它裡面都有 非常的好喝 然後又是素的 所以就是素的 然後又健康 然後又好喝 不噁心 對 如果吃素的人 你們最近覺得感冒 或是想要那個補一下氣血的話 可以喝素雞精 說到吃素 我覺得我最近真的是很糟糕耶 怎麼樣 你迷戀鯊魚啊最近 不是 是我最近真的每一次吃豬腳便當 我都覺得罪惡感好重 對啊 因為它那豬的腳實在太明顯了 而且如果真的是 豬爸爸豬媽媽腳那麼大 它也不可能放在裡面 一定都是那個小豬小時候 兄弟姐妹腳都被剁下來 對啊 所以我這樣能改吃排骨便當 隨便你啊 對啦 當然 反正就是看大家自己的選擇囉 按讚訂閱鈴鐺 開了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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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點 開了嗎